我不要說太多廣告了 十幾分鐘了 首先呢 現在在我桌面上 噔噔噔噔 這個綠綠的 有些串了 榴槤斑戟 噔噔噔噔噔 這個 真的串了 榴槤馬船 還有的 這個應該沒那麼串 少少串 榴槤大福 OK 榴槤大福是甚麼意思 我三樣產品 OK 首先呢 我講一下榴槤斑戟 裏面有 先看看 你看看 有六六斑戟 是的 我想它們一輪 我要看看 我要真的看看 因為我覺得不止六輪的 我看看一輪是甚麼環境 我先看看包裝 我真的是六輪 六輪斑戟 接著榴槤大福 大福簡單說 就是日本的糯米小丸子 噢 就是有八粒 榴槤麻糬麻糬 大家也知道 就是糯米小丸子 也有八粒 即是我 一得到這些貨之後 都是和南 即是我那隻貓山王的供應商給我的 我便知道 製月餅真的很好賺 是 為甚麼呢 月餅我們買三個多水一盒 是 四個多水一盒 離譜的 是吧 都是這樣賣 我上早就賣了 你又不留給我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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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些呢 這些我將會長期賣的 只不過是八十八九十八 而且都是貓山王 不是 街上有些賣五六十元的 是泰國的榴槤這些產品 我是貓山王的產品 一會兒我攤了 我攤了 等到四海的品評 我的同事 包括林康正就說 會和月餅沒有分別 甚至乎有些人認為 比月餅很好吃 是的 但是 月餅的皮一樣是那個皮而已 不是 可能有個啤盒 或者有個鐵盒 只要押一押 你現在找這個什麼麻糬 找那個膠盒押一押 那就完蛋了 但是人家有個鐵盒 就賣幾個 那是賣八十八九 但有一件事我沒有拿上來的 就是什麼 大家真的要試 我試不了 就是那幾個貓山王炸彈 流氓炸彈外面也有的 什麼炸彈 即是怎樣呢 是用那個光 那些什麼爐 光波爐 不是 氣炸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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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說哪一隻 就是炸熱來吃的 裡面有32粒 我記得要搞清楚 我們不是有榴槤 我們是貓山王的榴槤炸彈 那就有32粒 198元 懂得吃榴槤都知道的 泰國榴槤和大馬榴槤是兩回事 兩回事來的 分別的 兩回事來的 我們有一個 天的 水 5 3 2 3 5 4 感谢观看